今天算是提前回來嗎? 應該說他這次沒有通知台灣任何的幕僚 所以我們也是昨天晚上也是因為聽到媒體說 那我們去查詢 那的確也沒有什麼今天早上七點半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大概半個小時之前才被通知 所以他是大概兩點四十五分兩點五十分的時候降落嗎? 我剛剛其實我不清楚 但是我剛剛看大概有電視台的直播應該是在三點鐘 因為他沒有通知台灣的人就是本來想希望先默默的回來 然後可能再找時間跟大家聊 那沒有想到被大家知道 那所以現在這麼多這麼臨時的狀況下 他可能比較沒有辦法馬上回答 所以他就先抱歉 所以他就先離開了 接下來會不會安排跟台市長或柯市長會面? 其實我也都還沒有看到董事長欸 所以我根本連話都還沒有跟他講到 所以我真的不曉得他目前的情況 所以有可能我們都需要今天看董事長是不是會跟大家召集開會啊 如果有或許我們就可以有進一步的訊息 那他在國外的兩個禮拜中間我們也講了 就是說我們其實幕僚跟他能夠對話的這個內容其實並不多 那大部分都是簡短的回到收到一些他的那個回覆啊 那所以其實沒有辦法講這麼深入的內容 那再加上這一兩個禮拜其實外界的傳言很多啊 那我們可能是不是等他回來以後 那大家可以整理這一兩個禮拜 這個媒體寫給他的劇本 都讓他稍微參考一下 是有可能會有些事情 沒有一些事情 等他有一定的事情 那你呢